买Z8还是Z9 想得我自己脑壳疼 Z8发布了一段时间 网上的各种测评我也看了很多 在澳洲没有公布零售价之前 真的蛮中草的 直接取消了Z9的订单 准备等Z8 因为感觉上Z8更适合我这种 主拍风光 星空 偶尔拍点人像和运动的摄影师 不过上周澳洲行货价格一公布 6999澳币 折合港币36000 人民币32500块左右 4650美金 42000台币 顿时让我又想着直接买Z9了 港水最低Z9现货只要7339澳币 和6999澳币的Z8预定价格 只有不到2000人民币的差价 Z9就属于回归基本价值 而且不用等下单等收获就可以 声明一下 Z8我还没用过 冷气不够的我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反而Z9上个月一直在用 感觉很棒 Anyway 今天先来梳理一下 Z9和Z8的哪些相同 哪些不同 我是詹姆斯 澳大利亚职业摄影师 职业不代表我的水平有多高 职业只是说明我靠摄影养家糊口 所以我更看重设备的投入产出效益 角度和纯粹的爱好者有所不同 Z8等于迷你Z9 先把相同的地方彻底列出来 XB的7图像处理器 是4570万像素的BSI堆战式传感器 ISO64到25600的原生感光度区间 可以扩展为ISO32到102400 无低通滤镜 无机械快门 只有电子快门 无遮光实时取景 Z9的电子取景器 看出去真的完美到 感觉不出和OVF光学取景器的差别 -9EV若光下的自动对焦灵敏度 星光四图下 再黑都可以轻松对焦甚至构图 20张若格式连拍 用CF Express 基本就是一直按着不会停 配合3D跟踪对焦系统 只要第一张能对上焦 后面整一梭子都能合焦 配合全新Z400毫米F2.8 首次打鸟半小时 不再是梦想 By the way 从没像现在这样想多赚点钱 回到正题 相同的8K 60P 4K 120P 内置N-Log HLG 12位RAW 以及10位ProRes HQ4224平等同Z9 另外还有五轴机内稳定等等 尼康都有的背照式按钮 和扩展900秒慢门 就不一一说了 因为Z7 II有的功能Z8怎么可能没有呢 总之Z9拥有和Z9一样的CMOS 一样的CPU 一样的对焦系统 一样的连拍速度 完全相同的视频拍摄规格 对于尼康这并不寻常 通常旗舰机会领先很多年 才下放功能 而这次Z8就直接等于 迷你Z9完全没严格 二 Z8和Z9有哪些不同 第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Z8比Z9更小更轻 Z8大约小了30% 轻400克 但是 比Z7 II还是大了一圈 重了300克 重量几乎等同于D850 那400克很重要吗 对普通来说区别不大 但极限风光徒步还蛮大的影响 一次Z1424 F2.8镜头 其实只有650克 一台Z9其实等于Z72 加Z1424的总重量 如果你用稳定器拍视频 同样会觉得这400克是多么大的区别 我曾经有一个晚上 举着D850加Z24120这个镜头 拍了2000张舞会合影的经历 那真的是不轻松 摄影师很多时候就是举杠铃的 By the way Z8还扫了手柄上的三个按钮 不过并不影响使用 第二个区别 Z8拥有两个USB Type-C接口 一个专用于供电 不知道是否可以完全用供电宝充电 这样就没有假电池什么事情了 另外一个可以兼容配件 这比Z9的网卡口实用多了 另外Z8居然也是全尺寸HDMI接口 这比小口稳定性好太多 第三个区别 Z8提供一个CF Express加一个SD插槽 对于低端摄影爱好者来说 这是更好的选择 包括我 低端摄影师 虽然CF-E插槽向下兼容XQD卡 但肯定还是SD卡更普及 其实拍星空 拍人像 拍风光 甚至延时摄影 4K 60P视频 SD卡都足够了 只有飞板打鸟和拍RAW视频 才会用到CF-E卡 第四个区别 电池 Z8使用祖传的ER15系列 标配ER15C可以通过USB充电 向下兼容ER15A和ER15B 基本涵盖了D800以后 所有尼康全画幅的相机电池 如果我买Z8的话 就能继续使用我的6块电池 不过ER15的缺点就是容量低 那Z2的大电池感觉用不光一样 Z9打鸟一天 几千张没问题 我都质疑 官方说 只能拍700多张的数据 怎么来的 明显不止 第五个区别 手柄 反过来理解 Z9就是内置柄柄的Z8 Z8可以去买NBN12电池手柄 不过NBN12要650澳币 接近等于Z9了 当然澳洲是一个奇葩市场 美国价格更有参考性 第六个区别 Z8支持HERF格式 这个是不是就是 苹果手机的HEIC文件 Z8有 Z9没有 估计Z9以后升级固件也会有 不过对摄影师暂时没用 第七个区别 飞机被单列为识别对象 Z9是人 动物 包括鸟和车辆 现在飞机从车辆中单独出来 这个感觉给拍飞行表演用吧 毕竟普通的飞机降落 真的很容易对焦 第八个区别 专门给人像摄影师提供了 肤色平衡和皮肤柔化 不过看说明 好像只能对JPEG和视频有效 最近我人像拍的很多 也有点小小期待 Z9能不能也更新一下 不应该Z8有的 Z9没有吧 第九个区别 GPS Z9那只GPS Z8没有 以前我很看重 后来各种各样的机器用的多了 没有也习惯了 不过有GPS对风光摄影师还很友好 比如我最近在找发光蘑菇 就希望有人能贡献一下经纬度 这找起来更方便 综合以上区别 明显感觉到 Z8更多考虑使用成本和向下兼容性 对于我来说 体积小 重量轻 兼容就电池 两个USB-C和支持SD卡都是加分项 如果在美国 1500美金的价格差很多 澳洲行货只有1000澳币差 Z9如果换成水货只有400澳币的差别 这个选择困难症 立刻就犯了 Z8 Z9哪里吸引我 用了10天的Z9 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可以看一些配合Z1424拍摄的样张 可惜当时没有带全尺寸的HDMI线 没办法录制星光视图的操作视频 在大洋路拍南极光的时候 那真是太爽了 Z7是彻底一片黑 必须拍一张 然后调整一下构图 再拍一张 直到构图完美 而Z9只要打开星光视图 基本无视黑暗 直接构图 那这个区域属于波特尔 一级彻底黑区吧 没有月光 只有星光 那菜单也可以改成天文红 聊甚于无吧 使用扩展感光度 配合新野仪 一起曝光300秒 真的很方便 会发光的按钮 让你很轻松的找到播放 这个D850就有的功能 到Z6、Z7居然砍掉了 哎呀 液晶屏速拍反转 也非常友好的设计 那Z8当然也继承这个设计 Z9的连拍和对焦 简直让我太无语了 从来没觉得打鸟 是如此的轻松 当然前提是澳洲的鸟 本身有多傻 静止肖像 完全没挑战 贴水飞行的飞板 或者突然飞起的这种 我从来不敢想的画面 居然我也能拿着 就能拍出来 说实话 没有 完全没有我什么技术相关 全部在于Z9跟428的 对焦能力 然后基本快门就一直按着 连拍的时候 EVF取景器 也没有延迟 没有闪烁 比单反还爽的感觉 反正电子快门没伤害 Buff缓冲区就好像用不完一样 Z8没有实际使用 不知道缓冲区是否一样大 另外以前打鸟 基本还是要脚架加液压云潭的 很难滴溜着到处走 这次就拿着Z9跟428 几乎全部手持 最后两天尝试了一下独角架 感觉超级方便 我差点去下单 还好全奥没货 这个428要预定 然后冷静一下 我还是专注拍点风光和星空吧 打鸟还是玩票吧 4 Z8还有哪些遗憾 很多人已经把Z8 吹成了尼康有史以来 最好的相机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大家一起讨论才有意思 的确 Z8已经没有太多缺点了 毕竟太像Z9 可惜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 变成一台高像素风光机 而变成了迷你版Z9多功能机 也许尼康考虑多功能 更容易吸引用户吧 我的遗憾 Z8还是太重 也许尼康留给Z7-3 Z8真的只比单反D850轻95克 大哥这还是无反吗 难道尼康真的认为 同样的大小才算D850的继承者 虽然大机身的操控感还是要好于小机身的 当然重还是因为铭合金机身防护能力等同Z6和Z9好于D850跟Z7系列 然后遗憾就是像素没有提升 从D850 Z7 Z9 到Z8 尼康一直徘徊在4500到4700万像素附近 也许未来的那台6000万像素带星光四图的风光机留给了Z73了 5 先种草再退烧 其实脑壳还是疼的 如果未来半年内港水能够到23000人民币 我真的会很乐意再买一台 但很可能的是像Z9那样价格坚挺一整年 或者我再想想 干脆都不买了 等Z73吧 其实拍风光甚至星空 Z7目前并不比Z9差太多 在澳洲就是一个很奇葩的市场 又贵还没货 感谢你收看这期不太着调的器材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詹姆斯摄影频道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